經過最後在近一百多年 開始發現他們肯定 為何會說甲殼類動物呢? 因為他們最大的武器就是他的殼 當然不是叫你揹著殼外出 但意思是他們發現 他的殼是他們最大的武器 那個殼不單是在家裡 就像蟹那樣外骨爛那樣 整個是殼 那個殼不單是他家裡 並且那個殼是空氣 或者是水底 或者是食物的清新機 他可以把所有的毒素都解決到 就是原來你發現 原來不是他全國學的所有東西 是他學裡面的幾丁質 就是所有的秘密 在1823年的時候 我們嘗試看看圖3 在1823年的時候 法國學者在甲殼毒物裡面提出幾丁質 所以就命名了這個字 幾丁質就是由法國學者命名的 幾丁質就這麼說了 又稱為甲殼質 鶴蛋白 或者是明國質 這些全部都是幾丁質 即是是殼裡面的某一種物質 而事實上1859年的時候 法國學者 在幾丁質當中 得到脫月閃機的甲殼數 並且命名叫做鶴罪糖 這個才是人類吃得到的 首先要抽到幾丁質 接著要脫月閃機 因為這個有毒的 如果你不脫掉的話 你就這樣吃個殼 其實就算消化到也有毒 它就稱為鶴罪糖 而脫月閃機的鶴罪糖 我統稱也是叫做甲殼素 是目前自然界當中 唯一是可以帶淨電荷的 可食性動物纖維 它唯一到的階段 就是在人類食物當中 沒有任何一樣的食物 是跟它一樣的 是我們能夠吃到的食物 它是唯一特別的 亦是因為月閃機是有毒的 所以基本上甲殼素的成分 是以脫月閃機的程度 定是優良還是不優良 這是第一步的 我們嘗試看圖四 基本上一般的甲殼素 是以脫多少月閃機 做好壞的標準 如果脫到85% 已經是很緊緊的 不是好的 但現在已經脫到95% 那就是最好的 最好、最適合人用 但不止的 甲殼素其實有分兩種 一種是人其實不太消化 就是脂溶性的甲殼素 它會聚積在小腸 但甲殼素已經做到 超低分子水溶性 這些是根本不會聚積的 並且它是劃大腸 以及幫助排宿便的 所以變成 水溶性的甲殼素 是近年才出現的 變成這種質素 就是最適合人類去食用的 並且不會聚積在身體 所以變成我今天所說的 所有的內容 都是以這個95% 高品質的甲殼素 以及超低分子水溶性 這個做標準 因為另外一個 已經是本身證明有些問題 但這個證明 其實它的用處 廣泛得很可怕 在近幾年的研究 都很驚人 而他們發現 這些優質的甲殼素 是能夠將甲殼類動物長壽 防污染、防氣候、防環境、防影響力 非常之強的生命力的秘密 就是它 就是它 所以在1991年 美國、歐洲的醫學界 以及營養食品研究機構 將這種發明 稱為人類必須的 五大生命元素的第六位 第六羊 除了五大之外 它是第六羊 哪五藥是誰想知道 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 維他命和抗物質 即是它只是甲殼素 一個可以匹敵所有維他命加起來 稍後會告訴你為甚麼 只是甲殼素 可以匹敵所有抗物質加起來 它是排第六的 我們看看圖五尾 所以1991年 所以現時唯一是日本口生省 就是等於日本的衛生部 唯一是准許它們宣傳它們療效的技能型保健食物 是全日本現時賣的保健食物當中 是無人匹敵的 它是最多的 它是賣得最多的 原因是近年的研究是很驚人 他們發現它能夠增強人類的生命力 能夠強化我們的抵抗力 強化我們的抵抗、染污的身體 能夠幫你排油、排重金屬 你記住在人類歷史當中 創造的三萬多種的藥物 只有數數是排到重金屬的 但以它是隨時比其他那幾種 全部加起來都更厲害 即是它能夠排重金屬的程度 和排油的程度 尤其是排油是無可比擬的 也發現它能夠抗老化 預防疾病出進疾病的痊癒 和調節生理機能的功能 事實上為何我會接觸到 因為待會我會告訴你 現時所吃到生物的食品當中 這個不是簡性那麼簡單 它是可以調節你的身體簡性 這就是為何這些甲薄類動物 在極之污染 甚至極之酸的環境 都能生存得到 因為它不是血液裡面有任何東西 是因為它背著殼 根本的殼的甲薄數 就可以調節身體的酸鹼度 是保持在7.36 吃少量就已經保持在7.36 它就是天然能夠做到這件事 所以在現時來說 如果你想想 只是排油可以做到這麼多東西 這樣也挺划算的 因為基本上 如果你除了這隻之外 其他所謂排油的 或者排重金屬的食物 是隨時跪四至十倍的 所以它是既便宜的 而且它的效用是很驚人的 其實所有高等生物 人類、雀仔或者走獸 其實都有幾丁質 即甲薄素 存在在我們的身體上 但只是極之少量存在在我們的骨骼當中 而我們年輕的時候 就存在大量 所以我們就不會被天理氣 或者污染影響我們的骨骼 但我們老了之後 我們就會沒有 因為我們的身體 不懂得合成它 我們還是嬰孩的時候 我們就會合成到這種甲薄素 為甚麼呢 因為水溶性的甲薄素 在人體其實可以分解產生 我們看看圖5B 就是產生了葡萄糖胺 還有月鮮葡萄糖胺多聚體 這兩樣其實基本上 我們幼兒的時候 在我們的細胞裏面 可以合成這兩種物質 但除了我們的老化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不能夠合成 其實應該依賴我們 在食物裏面吃得到 但是在170年代開始 精製食物已經把所有這些 我們能夠合成的所有原料都除去 所以現時在我們所有食物的總和 是零 我們能夠產生到甲薄素 在我們的身體是零 所以我們是一定要吃進去的 這也是為何1991年 他們定為 這是我們人類生命需要的第六個元素 就是這個原因 也是因為我們年紀大了 我們慢慢在骨落裡面缺乏了這些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骨病 我們除了氣候變 除了污染我們會痛 我們會老化 我們會聚集很多的東西 原因就是我們小時候有這件事 我們老了就沒有了 但我們又不能吃進去 所以為何會出現這麼多 我們所說的衰老的問題 而事實上下個星期 我們會說關於精製食物裏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會說另外一些食物 讓大家知道 所以這兩種物質其實我們是沒有的 就是沒有辦法攝取得到的 你只是越來越少 就是剩餘的東西慢慢去用 那麼用到沒有 最後你的身體的抵抗力 和生命力就沒有了 那麼 所以這種人類要吃的動物性的 大正殿下的人類 就是可以吃的動物性的纖維素 其實它經過研究之後 怎樣能夠在身體裏面產生這麼好的功效 其實在甲殼類動物身體就已經產生了這個功效 不過在人類身體 在研究的時候就發現 原來對人類身體有調節和排毒的功效 這種功效 就是連維他命和礦物質都做不到的 就是什麼呢 我們看看陶禄 第一它能夠做調節的功效 那麼這個調節的功效就是什麼呢 就是原來 這些甲殼的動物 它擁有了這個殼 上面是製造了這麼多這些所謂的幾丁質 它的元素基本上 是能夠調節我們體液的酸鹼度的 它能夠導致你的身體裏面 所有的血液 是回到7.36%的酸鹼度的 所以這就是我研究酸鹼度的時候 其中去看的其中一堆的資料 我們發現當你吃了甲殼素之後 人體能夠做到 就是對氣候的環境 這些影響就不會大 因為它不斷保持酸鹼度 就算因為陰天我們會腰骨痛 因為負離子少 你的身體就會偏酸性 一偏酸性 你最多酸性的位置就會痛 就是你腰骨 又或者是骨折 或者是近代的男性 多數是腰痛的原因 因為腎癢很多酸性 負離子少的時候 陰天的時候 他們就會容易在這些多酸性的位置 酸度就會提高 好了